你以后再有那种话 最好憋着 别逼我揍你 急 你外公的刀 急大成者 这地方在哪儿 那就要去 霍连涛的面纱大会了 那走啊 走啊 你先去 那我先去 我上去收拾收拾 是个不错的打手 想阿斐这种鬼话 也就只能糊弄糊弄养紧了 死了 死了 吃饭了 可以啊 这饭菜怎么都是凉了呀 我问过了 像你这种情况 最好吃老实 否则热汤一击 容易加速毒发 是哪个不懂状态的 告诉你啊 毒医 应何从 怎么 他说的不对吗 他还说什么了 还说大药谷的桂羊丹 对我没什么用 你早就知道了 怎么 你以为我追查海天一色 是我的桂羊丹啊 我追查海天一色 是奉仙人一命而已 你也不想想 这大药谷都负面多少年了 当年于老吃的 也不过是剩下的几颗 流传在外的药而已 于老服下桂羊丹的时候 都还没有你呢 你也不看看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不管什么药 都长毛发霉了 再说了 又不是长生不老丹 你说是不是 好像是这么个理 你以后有热的还是给我吃口热的吧 这东西 跟那黑牢里的饼比 得好不到哪去 你想死得更快一点吗 不想 但是你每天给我吃这个东西 我恐怕就想死了 那我陪你一起吃 那我陪你一起吃 阿飞 你不用这样 我现如今的情况 是我心甘情愿的 而且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那你不好去 为什么我的内力 如此深厚吗 你的内力之深 是我生凭谨见 在江湖上 给我这种深不可测感觉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窟窿手段九娘 另一个是地下之手沈天树 那你一定会想 我这个内力 绝不是我这个年纪该有的 对不对 想必你也猜到了 我这个内力啊 不是我自己练的 是我师叔强行用真气 打通我的周身经脉 将毕生功力 分毫不胜地传给我的原因 以你的出身世家 自然也明白 一个内功深厚如私的人 耗尽了毕生修为 必然 也只有尤金等过一个下场 这就相当于 是一命换一命 是啊 我这半条命 就是苟延残喘 不孝之命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王陵将军留下的安平军 就要战斗一天 因为他们总觉得 只要萧家的后人还在 我超的江山 就还有光复的可能 所以啊 我这也是祸害天下的 不忠之名 既然不忠不孝 多活一日 已是多余 对不对 况且对于百姓而言 只要能够安居乐业 谁当皇帝 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日在四象山 若你不是刚好前来 把我放出去 我本来也是打算 用自己的武功的 因为你的缘故 我才阴差阳错地 多活了一年 四十八斋的事情 只不过是还你一个人情而已 不必太过解怀 原来你跟我扯了半天闲话 只是怕我解怀而已 就算你不是为了我而毒发 难不成我就能不管你了吗 我偏要管 你看什么看 再废话 你就别吃了 饿着吧 我相信 天无绝人之路 没有归阳丹 使不定还有归阴丹 如果我是你 大药谷也好 海天一色也好 我会一直追查 查到死 就算最终功败垂成 我也能避上你 二十年后 我还能顶天立地 你以后再有那种话 最好憋着 别逼我揍你 却不能将这日月渡望 也曾怕那江湖洋洋 这年岁又何必不轻狂 几分煎熬 几分照耀 一生煎熬 一生荣耀 背水一盏 是我的骄傲 红尘摸起我年少 献你努马尽出桥 不会迷离皆可跑 不愧日行 最重要